习近平主席说要一国两制统一台湾 台湾人要不要听 亲爱的中央社总编辑 你自己的问题都已经把台湾这里狭窄化了 可怜了 意思是他自己把自己绑起来了 亲爱的台湾人民 我们是中华民国 我们在这里选总统 我身在台湾 长在台湾 将来我们都会死在台湾 我们也会埋在台湾 我们不维护中华民国主权 谁来维护 蔡英文总统旁边一大堆贪官污吏 比贪污更严重是什么 我告诉各位 叛国 自己背叛自己的国家的罪行 比贪污还严重 我当然要维护中华民国宪政体制 我们既然维护了中华民国宪政体制 反过来何怕之有 民进党灌输了一大堆的毒素 要亡国了 要被中共侵略掉了 蔡英文总统告诉大家 中华民国会灭亡 四年中华民国没有灭亡 同样的 你一天到晚说国民党卖台 马英九执政八年 有卖台吗 韩国一当高雄市长 全高雄都是五星旗的中共国旗 有一面吗 亲爱的台湾人 我们到底要浪费多少时间 在这些无聊的设计的意识形态 把我们自己的发展像裹小脚一样裹起来 就像刚刚这个总编辑提的题目一样 到现在我们选的总统还在怀疑 我们会不会接受一国两制 我的天哪 我的天哪 多可怕 中华民国台澎金马 我们有中华民国 跟海外五千万华人联系在一起 我们有中华文化 让我们的精神层面 跟我们如是道的国学底蕴 跟五千万华人联系在一起 跟我们老祖宗可以联系在一起 为什么韩国瑜说 第一个政界捍卫中华民国 为什么热爱中华文化 民进党把中华民国做小了 不见了 把中华文化砍断了 让台湾越来越孤独 亲爱的台湾人民 擦亮眼睛 我们一定维护中华民国的宪政体制